怎麼辦呢 用腦筋一片空白 還是用貼的比較快 不過沒有關係 有些東西你也許剛開始不太說沒關係 你只要把這個框框 它的架構 比如說外面是這樣子 裡面是迴圈 再來是邏輯判斷 這些都固定的 那你只要改動一些 比如說列數 還有邏輯的欄 那就可以改成你要的那個樣子了 初期不過還是需要先熟悉一下 所以我們按部就班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這個大概怎麼做的 其實上禮拜如果你的概念的話 第一個插入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我們叫做一個成績的程序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成績兩個字 記得它是一個sub sub就是一鍵完成都是sub 按下去 跑完就不會告訴你 就是跑完就算了 那function就是 就是制定函數 它會跟你互動的 兩者都是VBA 那我們第一個是 一個按鈕按sub按確定 它會產生一個sub頭 一個end sub尾 所以程序就寫在這個中間 那接下來我需要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特別是我需要回圈 所以按個tab鍵 我習慣喔 這個盡量 至少會放大 所以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選項裡面撰寫風格 因為預設是9號太小了 我建議至少12號字會比較剛好 按確定 至少會放大一點點 再來喔 記得在這邊工具 選項 然後撰寫風格 這邊去修改 那再來就是說喔 我要撰寫那個回圈 所以基本上喔 流程一定是第一個 就是上個禮拜一樣 4i等於第二列 一直到第七列 Enter兩下 再打個NAS 因為有4一定會有NAS 那因為它頭跟尾 在這邊喔 一組的 再來的話呢喔 按一個tab鍵 輸出到哪裡 上個禮拜應該有講過啦喔 輸出到我們的G欄 輸出什麼呢 輸出特別需要 記得輸出寫前面 那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Sales 所以這邊打一個sales Sales 儲存格刮鬍 他問你說哪一列 因為這個列不是固定的 它會跳 有沒有 2 3是一直往下 哪一欄 G欄 記得輸出寫在前面喔 我們先把輸出的寫在前面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可能有兩種 一個是合格 一個是不合格 假設我今天合格好了 不過我這個打完之後 按執行會怎麼樣 它會每個都合格 可是不對啊 我是有可能合格 也有可能不合格 所以變成說 上個禮拜是直接輸出了啦 那今天的話 多一個就是在這個中間 多按一個TAB鍵 寫篩選的規則 就是說邏輯判斷 所以這個邏輯判斷 它也是固定的 如果哪一欄呢 告訴他 平均成績在一欄 那怎麼判斷 特別是這個也是固定的用法 Sales 如果這裏面的資料 如果這裏面的資料等於什麼呢 不 大於等於60的話 空一格 then then的話指的就是然後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else 先打一個反之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dif 這個都固定的 也就是說 它的結構一定是 這一個 兩個 三個 那中間的 為什麼會空一行呢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這個條件 為true的時候 就執行這中間的這邊 反之就執行這邊 所以我這邊按一個tab鍵 也是一層一層一層 如果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把這個搬到這裡面來 如果它大於等於60的話 那你就幫我輸出合格 反之就是輸出什麼 所以按個ctrl鍵 複製過來 這樣比較快 那你的重打也可以 或ctrlc,ctrlb也可以 反之就什麼樣呢 不合格 對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不合格 然後這邊多一個空 空白行 把它back掉 OK 就完成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個結構一定有個tab 有個tab 有個tab 這個我想慢慢一定 你也不要急就張 記得這個結構 一定要非常清楚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結構清楚 一目了然 少什麼 就會一下看出來 如果你有forminets 這個程序一定不能執行 又if 沒有then 沒有andif 它也不能執行 這個else 是反之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程序如果寫完之後的話 我把它執行 它會不會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出結果呢 按執行 記得 油標請你放在這個中間 再按執行 有沒有 它就自動幫你跑完了 OK 所以也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 函數 轉換成VBA 的第一種做法 好 那一樣 最後如果說你要多一個清除的話 比如說我要清除 可以把成績這個Ctrl-C 在下面Ctrl-V貼上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 那清除要不要邏輯判斷呢 不用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delete掉 然後一幅的結構都delete掉 留下什麼 留下這樣 然後 清掉的話 就是給什麼 空置串 兩個雙影